波耳 波耳的休息就是达成 依俗地而见真地 就是由观照 你说俗地是我们这个身心 是俗地 受作想形式 是由五蕴合合的 那么你去观照这个五蕴 那么发现到 它是无常无我的 那么这个就是依俗地而见真地 由虚妄而见真实 那么当你发现到 其实是无我的 那么起正到无我的时候 这个叫做重返入圣 这样的法门 那一般来讲波耳 从大圣来讲 它就是正真实已出生实 当你正见到无我 无自信这个真实的时候 那它就是重返入圣 就出生实 你把生死的根 生死的根是什么 我见 生死的根是老见 所以缘旗推到这前面是什么 无名 根本无名 就是直为 直五蕴是我 或是直五蕴 就是吉蕴我离我 直五蕴中有我 或是直五蕴之外有我 或是直五蕴就是我 那么这个是根本无名 那么因为有我见 所以直取境界 分别虚弄分别这些境界 然后产生我爱 那么造作种种的业 然后又遭改未来的有 然后就不断不断地生死虚弯 那你当你 当你了解到这个真理的时候 那么你不再直取 这个根本就断了 所以你一定会解脱 那么因为我见又有所谓的 根本我见跟分别我见 由分别而来的我见断了 那么这断了之后 你把生死根就断了 那么断了之后 你再继续修就正出果 所以你最多最多七次人间玩法 你就会得解脱 那么如果你把根本我见断了 那么你就会正阿罗爱 这一生完了就不再沦迴了 那基本上是这样 这个就说正真死已出生死 那么大圣的般若打万恨已入之海 就是他并不急求解脱 那么他在 他无声法忍忍而不正 他在这个菩萨道的过程里面 不断以般若 以无所得 般若就是无所得 那么以这样 那么不断地行菩萨道 那么所有的布施慈戒忍若清心禅定 都成为陈佛的资料 那么以 就是不助射身相畏处法而行布施 不助射身相畏处法而行慈戒 例如像这样 那么这样叫做三星行六度 那么以波日为导 射受万恨 就是他来引导这个万恨 就是不管你怎么修行 就是种种非常多的修行 都是以波日为导的 由这个波日来带头 那么你完成菩萨道 那么这个是 大圣魔法在讲波日的 两个主要的功用 波日到底有什么用 正生死已出生死 那么就是这里讲的 那么这个 由虚妄而见真实 从返入圣 另外一个就是可以成佛 就是把这个波日的智慧带进来 那么不断的行菩萨道 利益众生 那么由此也及成佛的滋养 说真谛切勿 现在讲真谛熟地 那么真谛并不是 熟地的相对面 不是 而是熟地的真正面 不是熟地的相对面 而是熟地的真正面 是不离开熟地说真地的 所以它不要幻想为离现实世间 现实世间是熟地 现实的存在 但是它不是真实的存在 有另外的一个东西 其实不是的 就好像无我 无我不是离开这个古印之中 有另外一个无我 而是就这个古印当中 去发现它是无我 其实是这样 所以佛说二弟 指出了世俗 共知的现实之外 那么还有甚至共振的真相 那么这个振是体振 是由智慧去体振的 那么这个知识 由我们的意识 我们的知识去认知的 我们的感官 跟我们学习的知识去认知的 这个就不一样 那么世间共知的 这个有很多错误 圣者体振的 这个是绝对真实 就不一样 所以这是一切法的本相 就是圣者所共振的真相 就是一切法的本相 那一切法有什么相 有无常相 有无我相 那么基本上就三相 无常相 无我相 即近相 涅槃即近相 这个叫做三法印 好 那么他说 这个逝者共振的真相 是一切法的本相 这个并非离现实之间而存在 不是说离了这个五印之外 有一个无我 不是 无我就在五印当中 那么所以 非依世俗地 是不能得真定的 你不去从这个五印身心观 那么你没有办法证得 无我的真相 那所以 这个就是极相显性 相是表象 性是实性 就是从他虚妄的去看到他真实的 去看到他真实的一面 真实相 那从他表象去看到他内在的实相 为什么 为什么要这样的修学 因为众生 为什么要我们这个借甲修真 从一修地得第一 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众生 人类不能通打世间的真相 凡夫 凡夫 他没有办法 所以叫凡夫 凡夫就是没有正真实的 叫凡夫 他还没有办法通打世间的真相 所以 因为不能通打世间的真相 就不能见到那个真理 不能跟真理相映 没办法 相应是契合 你不能契合于那个真理 因此起心动念 那么 鉴于行动语言 起心动念就是意 由私心所 那么鉴于行动语言 都不能契合真理 这个是在说我们的平常 那么 这个私 私是造作 那么重点就是起心动念 鉴于行为 都是在这个私心所 那这个私心所 当然是从受想来的 那就会产生所谓的决定 这个都是心所 那么 那么透过我们的感官 色 色受想形 那这个色就包含 基本上是怎样 颜耳平舌身 色身香味醋 那么这个色 那么感官 这个是根 六根里面的五根 那当然异根法 那它不在色法里面 那么根 这个是尘 叫做尽 尽尽 尽 尽 那么 产生 然后尽了别 尽了别 这个尽了别 尽 尽 尽去了别 根根成产生的 尽去了别 然后就产生 会产生受想 然后失 那么失基本上有三个 神力 他会依过去 依过去判断 然后下决定 我要怎么做 然后就动发 动发就动发生孔 身体 然后就会 就打人骂人 赞叹人 口 然后打人 骂人 或是看到老太婆 把他扶起来 让他过马路 然后赞叹别人 就动发生孔 那么这个都是 动发生孔 就形成行为 这个就是行为 然后就产生所谓的业力 产生所谓的业力 就潜在的影响力 现在的影响力 跟潜在的影响力 那现在的影响力 就是他马上 给他扶起来 然后人家赞叹他 然后之后 他这个善业 就形成潜在的影响力 又影响他未来的生性 那么就是语言 这个就是语言 那么行为本身 包括生业跟口业 生业跟口业 那么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他这里 他这里说到 他说因此 因为有我见我爱 所以他基本上 没有办法见到真理 那有我见我爱 起心动念 我们见于行动 语言 那都不能庆和真理 都是以我见 都是以我见 那么我们在世间上 所有的这一些审议 决定 动方 都是以我见 那这个我见 当然也受到过去的影响 以及你对未来的影响 那么都是以我见 而做决定的 都是以我见而做决定的 就好像世间的人 那么都是以他自己的国家 以他自己的家庭 两个村庄 两个村庄在真的话 比如说垃圾产放盖在哪里 不要盖在我这里 盖在别人那里就好 那医院要盖在哪里 要盖在我这里 就变成这样 那么这个都是 因为他能够得利益 他盖在他那个村庄 他去看病比较方便 那垃圾产盖在我这里 会影响我们 但是那盖在哪里 盖在别人那里 不然大家都不要丢垃圾 不管盖在哪里 不要盖在我这里就好 不管你要盖几间 但是有一间应该盖在我这里 图书馆 学校 医院 这个大家都抢着要 把那个所谓墓地的 或是说垃圾场要处理的 大家都不要 就发电厂要盖在哪里 不要盖在我这里就好 你要盖哪里我不管 但是我要有电要用 那我们的很多行为 基本上都依于我见我爱 来照做的 那这个就是其实他没有发现到 世间上是自他缘起 自他缘起 那么所以这里讲 就是自他互为云远 心性互为云远 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我们来看到 他说 起心动念建于行动语言 但都不能契合真理 就是你没有办法 契合于真相 众生界人类无个人家庭 社会国家 一切的纷乱苦难 都只是不与真理相应的 背离现象 像现在俄罗斯在打乌克兰 然后引起其他的国家 也有危机感 我们看他现在要 好像说芬兰他现在也要 因为他也在俄罗斯旁边 他也要加入北约 然后他又放话要打他 如果他知道 其实这个世界只有俄罗斯好 他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他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那么他就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 他跟北约基本上是对立的 那其实人世界家庭也是一样 国家也是一样 他会对立 基本上都是在我见我爱 就是只是用利益自己 比较自私的形态 但是这个其实没有见到真理 真理是自他护回原型 别人都不好 你不会好到哪里去 就好像这个村庄里面 每一个都很穷 只有你最富有 那么你就很危险 这个里面大家都生病 只有你健康 那你也健康不了多久 这种东西是这样 你把这个地方破坏掉了 你把这个地方破坏掉了 那地球是一体的 那你就能够好到哪里去 举个例来讲 比如说俄罗斯为了保护他自己 他放话的时候 都要用核弹打乌克兰 那你要知道 打乌克兰打芬兰 那你就算核弹打乌克兰 就在你旁边 那核弹引发的辐射 以及他那一种 引发的那种灰尘 或是那些现象 难道不会影响到俄罗斯吗 一定会的吧 一定会的 那这种东西以后 那这种核弹引发 引发这个空气水或是灾难 它不会全世界都受到伤害 俄罗斯可以免于受伤害吗 也不能啊 那所以他没有了解到这个世间的东西 并不是说这个你是你我是我 没有 他是互为缘起的 那么前因跟后果 你现在会影响到你未来 你的过去会影响到你现在 你自己会影响到别人 别人会影响你 如果互有姻缘的话 那先不要讲佛教的业力 那么现在看到的其实就是这样 现在看到的其实就是这样 所以他说 一切的纷乱苦难都是不与真理相应的 背理相限 就是违背 违背那个法则 你没有看到缘起法则 你看到缘起法则 知道此有故彼有 你就知道 你不能只是你自己好 不能只是现在好 因为现在跟未来息息相关 自己跟别人也息息相关 你会发现到这个理责 所以这个才是真理 那么个人的所以从前生到今生 从今生到后世 流转生死而苦苦相训 也就是不与真理相应 因为你不懂了这个理责 所以你都是为自己 自己好就好 不管别人死活 那么你才发现到 那么你自己就好不到哪里去 你不断的造业 你不断的引起别人的遗憾 你来生你就会产生很大的遗憾 举个例来讲 比如说你自己不努力赚钱 别人很辛苦的赚钱 那你去把别人的钱 偷来了骗来了 像就在台湾很多诈骗集团 也是这样子 那么年轻然后不学好 然后只想骗人家的钱 然后用很少的力量 然后就骗人家辛苦赚的钱 先不讲这一生 如果从佛法里面来看 人家赚的钱 辛辛苦苦你就被你骗去 人家心里面会有遗憾 会有阴影 那么努力那么久 结果全部都化为污 然后来生你会有什么夜报 你就是第一个 你会贫穷 卑贱 你怎么样赚都赚不到钱 花很努力去赚 尤其在挖煤 尤其在做什么 反正就是你很努力赚 都赚不到什么钱 而且赚到的钱 也很容易怎么样 就损失了 看一个病 一个月赚到的钱 都不够你看一次的病 就拿去给那个医生 还要借钱拿去给医生 一个月赚不到1000块 结果生一场大病 吃不好 生不好 然后又去做那个很苦工 又生很多的病 花的钱都不够 赚的钱都不够 你去看病 那你给的钱 你辛辛苦苦努力赚的钱 就把钱送给医生 那个医生刚好恰恰就是你前世抢他的钱 然后这一次做医生呢 你要努力赚钱来还给他 不赚给他 还要感激他 我们只是举例 不一定是这样子 就是说 那么你造成别人的遗憾 那么你这一生就会有很大的遗憾 那么你让别人圆满 那么你这一生就会有很大的圆满 我们从业力上来讲 比如说别人很穷 生活上过不去 结果你帮助他 让他可以过得去 让他可以吃得饱 让他生病可以有钱看医生 好 那么你这一生 你不用花钱去看医生 你这一生赚的钱 不用拿去看医生 拿去吃药 那么你这一生有足够的钱 让你不会在金钱上有遗憾 你之所以在金钱上没有遗憾 那是因为你富足有余 是因为你过去弥补的人 比较这一部分的缺憾 你这一辈子之所以在金钱上 常常感到不足 是因为你也让人家在这一部分 人家有的你就把人家拿掉 你还让人家感到遗憾 感到不足 所以你在哪一方面补足 你这一方面 你在这一生 你在过去补足了人家 什么样的遗憾 你未来你就得到什么圆满 你过去破坏了 什么样别人的圆满 俗生 你这一生就容易 在哪一方面得到不足跟缺憾 你伤害别人的身体 受命让人家生病 让人家受伤 让人家死亡 你这一生就短硬多病 你让人家贫穷 让人家不足 你这一生就贫穷 卑贱 那一样 你破坏别人的家庭 你这一生你的家庭就容易争吵 不容易圆满 这个是持有故彼有的 前因妇果人 多数的人不晓得因果的道理 所以只要我好就好 那你受苦那是你的事 你被我骗那是你贪心 我只要骗得来就好 抢得来就好 我的国家好就好 你的国家好不好 那不公保的事 我又不住在那里 然后你知道你下辈子死了就住在那里了 就是被你破坏掉的 那么痛苦的景象 那么就是你去承受 就真的是这样子 你不了解 那么比如说我们举个夜报来讲 比如说俄罗斯的军队去打乌克兰 那么打在那里 把那个东西都破坏掉了 那这些军员就去死掉了 俄罗斯的军员死掉了 死了之后投胎去乌克兰 就住在那个被炮弹打掉的汇区里面 男生觉得为什么 这个是他造成的国 他自己来受 真的就会这样 真的就会这样 比如说英光大师也举过一个例子 这两个兄弟争财产 这个大哥欺负这个小弟 把财产都巴占去 只留下一间破坏子给他们 那好的东西他都拿去 结果这个哥哥 这个哥哥欺负这个弟弟 那这个弟弟 这个弟弟死了 没有多久弟弟的儿子 哥哥的儿子 哥哥弟弟都死了 结果这个哥哥投胎到这个弟弟 弟弟的儿子的儿子 就变成这样 比如说这个哥哥 这个是弟弟 那么分财产 哥哥 哥哥大部分的财产都拿去了 侵占了弟弟 应该要分给弟弟的汤匙 他只给他一个破坊子 这弟弟有儿子 弟弟有一个儿子 哥哥有一个儿子 过了几年之后 这个哥哥死掉了 然后弟弟也死掉了 结果这个哥哥死了之后 这个弟弟的儿子又生了儿子 这个哥哥的儿子也生了儿子 这个哥哥死掉了 就去投胎到弟弟的儿子的儿子 就去做这个 哥哥做到这里 弟弟就做到这里 他去享受他原有的 他去承受他的痛苦 因为他抢了他的 所以他要来受苦 所以他又不甘愿 他又不甘愿 为什么你的爸爸抢了我的爸爸 其实就是他做的 所以他就要报复他 那他基本上后来又变成这样 其实他不知道 他受的苦就是他自己造成的 他要来受这个苦 基本上是这样 那大部分的人 不晓得这个因果关系 不知道 所以就拼命照应 他不晓得过去 现在跟未来有连结 过去跟现在有连结 自己跟别人有连结 叫做自他互为连结 那么前因有后果 那多数的人其实 不太相信这种事 很多人不相信有连结 不相信有沦迹 不相信有三世 所以他说 我们之所以 流转生死苦苦相去 就是不与真理相愿 所以就照应 起烦恼照应 这个烦恼最最后就是 我见我爱你 我们都说自私 极度的自私 只因为 只自己好就好 像现在疫情 那么如果有一些官员 趁着疫情 那么只想到赚钱就好 别人死又不过 可是我能够在这波战争财里面 或是疫情财里面赚钱 那么他以后就很容易懒病死 而且花很多钱 并都不会好 真的 因为他趁着这样的一个病情 比如说人家要赠灾的 政府发粮 发这个粮要是赠灾的 结果他把这个钱 他把这个粮都拿去卖了 转卖了赚钱 那他惨了 他以后要赚很多钱 还还给很多人 做牛做都还不完 真的 不晓得这种道理 所以说任力自业的造业 他不清楚 他不清楚因果关心 那你知道了 你就不会 你就不会这样做 真正知道的人 不会这样做 所以 他就是不跟真理相约 无名妄子 错乱颠倒的结果 确实是这样 那么所以佛说二弟 教人修学 依俗而得真的波乐 得波乐就能依真理的体见 祸破无名妄子 就是你不会在 你会有慈悲的显现 而不是自私 那么的这样的一个性格 那么与圣意相应 也就能得解脱 而进而成功 再进一步 你不折取这个事件 事件正见 然后是初事件正见 事件正见就是 善略与果这个东西 然后这进一步 初事件正见 无我 无可解脱 其实是这样 那进一步 成佛 导入万亨 所以我们讲两个 正真实 以初生实 导入万亨 也就是自海 自海 就是成佛 那么 就是波乐可以让你 得到两个作用 一个就是解脱 出三界 一个就是成佛 所以我们说的 就是正真实 以初生实 导万亨 以入自海 好 那么世俗甲 失色 明言 事所事 明甲 受罚甲 正导 尚分别 好 那么这里讲了几个名词 就是 明言 事所事 还有所谓的明甲 受甲 罚甲 有三角 然后有正分别 有导分别 好 那么我们来看 他说 众生惯习 就是习惯的尝试心境 我们所认识的 那么起的这些心境 那么 似乎是实在的 看起来好像真的是这样子 那么 所以隐蔽了真相 就是你直取认为是真的 所以你 你把假的看作是真的 那么你就见不到真的 所以变成假作真实 真与假 这红楼梦里面的 你把假当作真的 那么你就认假为真的 那么你即使见到真的 你还是认做假的 因为你就认假为真的 所以 他讲 如人以此而了达为世俗的 假名之色的 就有像真实的可能 那么这里再讲到 所谓三假的概念 明假 瘦假 法假 就是一般我们所看到的 这些表象 它有三层 有三层 那这三层 你必须一层一层的突破 你才能看到真相 就好像它有三个包装一样 第一个包装打开 还有一个包装 一个包装打开 又有另外一个包装 就表现了 真正打开了之后 才看到真相 盒子里面有三层 好 他这里说 他说 这个所以是 他说 依此了达世俗的 假名之色的 就有像真实的可能 所以 他说 这所以是世俗的 因为它是假之色的 一般我们都说 假名之色 或是假之色 就是 假就是不是真的 或是叫做明言之色 那么假之色 互译为假名 那么这不是说没有 也不是指冬瓜 化葫芦 我们指路为马 也类似像这样 你指了冬瓜 说葫芦 那么 就是不是乱说的 这个不是说 随便说乱说 那么 而是说 你所见到的 是依种种因缘 种种关系而成立 比如说我们把这个 叫做奇异笔 你不能把它叫钢笔 你也不能把它叫千笔 它就是奇异笔 但是奇异笔 是我们给它的名字 我们给它的名字 如果在英文讲 它可能不叫做奇异笔 然后用日文讲 它也不是这个音 或是它不是这种形容词 所以 是我们给它这个名 我们给它这个名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讲雷射 道路讲激光 我们讲花生 我们讲 我们讲这个马铃薯 大路讲土豆 那土豆我们又讲花生 所以这个名字是 我们赋予它的 我们赋予它这个名字 比如说 比如说我叫卢正 我师父给我取的 那我自己也可以再取一个名字 或是我别再不叫这个名字 我要改名了 我的俗名 或是我改了什么名字 我还是我 这是我的名字改了 所以 第一个 它说 这个名字是当然是 因为我出交 我师父帮我取的 然后它是一种种关系 一种种云野而成立的 它不是就是 我的名字不代表就是我 我可以画另外一个名字 或是跟我一样同一个名字的人 跟我同样的名字的人不就是我 他也可以跟我叫同样的名字 但他不就是我 所以他这不是 那么他现在在讲这个甲的东西 后面会讲所谓的名甲 那也是这样 那么他说这个甲 是一因缘而成为这成为那的 那这个因缘里面就有所谓的名甲 瘦甲 法甲 它有三层 它现在在解释这个甲 这个甲 那这个甲底下 有三个 有三层 名 瘦 法 有这三个 名甲 瘦甲 法甲 那解释这个甲 它只是一因缘而有的 那这因缘有三层 应该可以这么讲 这个是名甲 那名甲里面也有一层 这个叫瘦甲 那瘦甲里面还有一层 叫做法甲 那你必须要突破这三层 然后你才看到真子 看到这这这真子 其实是这样子的 那甲就叫做施射 施射 一因缘而有的 因各种因缘而有 它就叫做施射 所以有时候就说甲 名施射 施射 那它说 因缘而成为这成为那 所以叫施射 甲而施射的为这为那 就叫做甲名 这甲名 不是名甲 甲名施射 甲名就是常事中的一切 我们把这个叫桌子 把这个叫笔 把这个叫实装 然后把这个叫佛像 那么这个都是我们给他 就是为了方便认知认识 那我们给他一个名字 好方便我们认识他 我们的名字也是一样的 像有些人前一阵子不是 很多人取名叫龟尼吗 他也不是真的是龟尼 他都取了个名字 他也可以改 那个就是甲名施射 那么他是常事中的一切 那每一个我们看到的东西都有名 都可以 因为我们要称呼他 我们必定要给他一个名 给他施射一个名 这个人要施射他 也要给他一个名 就算 就算 比如说监狱里面他没有名 他也许是一个号码 他一组号码 那5567 5234 他要给他一个号码 他也 这个号码就是他的甲名 就是暂时 暂时的方便 比如说第几号 比如说你去挂号 你去银行 抽号码 你是几号 叫到几号你过来 他也要有一个失色 那么方便 方便你指认 不方便你认取 类似像这样 那常事中的一切 都必须要有这个名 都必须要有一个名 没有名你没办法 你发明一种新东西 你要给他一个名 电脑 飞机 你发现一种新物质 你要给他一个名 你发现一个星 一个星球 你以前没发现过的 你也要给他一个名 你发现一个新物种 你还是要给他一个名 以前没有的 现在新发现的 或是以前没有 现在出现的 你都要给他一个名 所以就是全世界 我们看到的一切都有名 好像一条路 也一样 以前没有 现在开了一条新路 就给他取一个路名 那一样的道理 所以世间的一切 世间的一切都失色有假名 都失色有 那么越认识的心来讲 所以他说假名就是常事中的一切 我们所认识的 比如说我们这个字也一样 每一个字 后来会有新生的字 当然有一些东西 我们不知道 我们也没给他名字 当然那个就没办法了 但那个我们说不准它是什么 约认识的心来说 这是明言事所示之的 什么叫做明言事呢 他底下会讲 他说当一个印象概念 尤其是印象 尤其是概念 那么显现在我们的心境的时候 当然因为我们看到的东西 是透过眼睛 或是透过耳朵 或透过味道 鼻子 或透过舌头 那么它产生一种印象 那么传到我们的脑中枢 我们就给它分了别 识别 然后它就有一个概念在 所以它概念显现在 我们的心境的时候 就明了区别 而觉得这是什么 那是什么 比如说我闻到一个味道 有死老鼠的味道 那么这个轻微分子 透过我的鼻孔 那么由我的鼻孔 传授这个信号 到我的脑中枢 那么我去聊别它的时候 那么我在印起 这种味道是死老鼠的味道 老鼠 死老鼠 它是那个明言事 你要先认识什么是老鼠 而且你这个脑中要有这种概念 如果你从来没有闻过 没有看过 你不知道有老鼠 也从来没闻过老鼠的味道 你也很难说出来 那是什么 你说不出来 你没有那个概念 你说不出来 这个声音 这个是马英九的声音 这个人是马英九 我看这个人 好像马英九 你之前要先有这个马英九的概念 你才能够知道 这个是马英九的声音 这个是马英九的 就是你先要有那个明言事 所以你先知道区别 你才能够知道这是什么 那是什么 如果你从来没有 那你也没办法 而且你没有 你说不出来 你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你也说不出来 所以与我们的语言称说 对象就是语言称说的对象 那有时候我说这个是奇异比 这个是佛像 这个是乙子 这个是乙子 那这个相对应的 这个称说相对应 称说的对象相同 叫做明言事 你要经过识去理解的 然后知道这个明言 明言事 就是一般世俗的认识 明言所识 基本上是这样 如大人是善了明言的 认识分明 又能说清楚 就把大人跟小孩分开来讲 举例 导致这样举例 那么因为他之前认识过这个 比如说 比如说现在我们是佛教徒 我们知道这个是佛像 应该都知道了 那是因为我们之前有认知 那么你给一个刚出 就是刚长大没见过的人看 或是到那个非洲 给那个非洲土人看 他也不知道这个是佛像 他不知道佛是什么 他根本就没有不知道佛是什么 他绝对不会收视佛像 类似像这样 那么是善了明言的 认识分明 又能说得清楚 甚至有些会说 这个是释迦牟尼佛 这个是阿弥陀佛 因为阿弥陀佛是什么 这个是要释迦牟尼佛 要释迦牟尼佛是哪什么 他就会想得很清楚 那么如婴孩畜生 只要他有认识 虽不及大人分明 也还是觉得到这是什么 比如说小孩子 他看到这个 他知道这是一个像 但是他不知道是佛像 他不知道 但是他还能够看清楚 这是一个像 这个像是一个人 这个人好像跟一般的人不太一样 他也许会是说 是什么神啊怎么样 所以他也还是觉得到这是什么 所以不能说什么 但确认知道这是什么 就是他一个概念在 他还是有一个影像 也知道这个是像 它是什么像他不知道 大人 一般的人他也许也不知道 他类似像神像 但我们佛教徒就知道 这个是佛像 比例像这样 所以他的名言式里面 还是有一些差别 当然知道的并不太多 错误的也多 那你知道的越多 当然你就错误的也少 那有一些人 他当然就知道没那么多 所以他就会觉得 这个是不是耶稣的像 或是这个是什么神的像 太上老君的像 大家可能也不知道 那我们的根是 就是感官了 根是就是感官 六根嘛 言耳鼻舌身 意这个是六根 那么是在眼跟起作用 就叫做眼是 在意跟起作用 就叫做意是 是就是了别而已 那么他在感官起作用 就变成六事 其实是这样 都是这样的认识 那么意就是对法成 过去的影像 或怎么样这些概念 他认识就叫做意是 那么在眼睛起作用 是去了别眼睛 所看到的东西 这个是起意评 这个是桌子 这个是某某人 这个是某某声音 这个是某某味道 然后所以某某气味 这个是酸甜苦辣 他基本上是了别他 那我们都是这样的认识 都是这样的认识 这都是依惯喜的心境而来 就是他有过去的经验 有习惯性来的 有习惯性来 那么以前你知道 你才讲得出来 那么你才会越来认识 越来越清楚 我们的脑围是这样的 他会依你的习惯 他会依你的习惯 那么他会自动 越纠正了 真的 那么世间以为如此 就以为是如此的 在这不寻求真相的世俗 共认的基本知识上 发展为世间的一切知识 所以我们所认知的 到底是不是就是真的 那我们怎么样去发现 真的是什么 因为我们认识的 都是我们的感官去认知的 但是我们的感官明显有错误 像视觉也有错误的时候 听觉也有错误的时候 而且我们能看的范围 就是一个范围而已 每一个动物不一样 我们听的范围 也就是一个频密的一个范围 我们尝到的味道 我们感官 每一种动物 他感官所能认知的不太一样 比如说蜜蜂可以看到紫外线 我们看不到紫外线 那么海豚可以 可以侦测到很低频的生活 我们侦测不到 听说小孩子跟大人不一样 小孩子可以侦测到的那种声音 跟大人还不太好 那长大后来这种就没有 他就回归到他这一个阶段而已 那么每一个动物或是每一个人 他的感知能力是有差别的 那么他能够完全的感知 他就看到真相吗 也没有 这个只是明假的范围而已 他说到 这都是一贯食的心境而来 世间以为如此就以为如此 但是这个不寻求真相 那么的世俗共认的基本知识上 发展为世间的一切知识 如果我们第一的去寻求究竟相 到底真的是不是这个样子 那世事就是就不能成立了 世间还是有他必定 就是他有一定的原则 比如说大家都把它叫做奇异笔 你就必须说它是奇异笔 比如说你把奇异笔拿过来 你不能说我要把它叫钢笔 你把钢笔拿过来 人家拿不到钢笔啊 你说以后我把这个叫水杯 你把水杯拿过来 人家一定是把这个拿过去的 为什么 世间共同的语言它是这样的 你一定成熟的嘛 那你也不能随便改变啊 你不能随便改变啊 所以那么但是他这里是在说 他这里是在说 假设我们真的去探讨这个究竟的真相 就是世间认为的知识 你会发现到世间所认为的真相 定律真相知识其实也不能成立 其实不是的 不是你认为的真相 就好像我们说进化率是世间的真相 这个宇宙大爆炸 这个是世间的真相 其实你真的一看就拿 你会发现到 它也不一定是真相 其实是这样的 好 那他后面再讲 就三讲 三百六十个月我们看 他说世间假失色的 就是这些世间假失色的这些理论 这些真相 我们认为的真相 那有三层 就容易了别 就是我们容易知道 跟不容易知道的差别 可分为三类 就是我们讲三层 明假 瘦假 法假 那明假是很容易的 就是比较容易起始 就是我们给它一个名字 我们现在换个名字可不可以 以后有这样的啊 从今以后 我们不把它叫奇异笔 比如说 简单来讲 比如说以前我们 我们把它 比如说我们的米粉 有没有 那后来发现米粉很多 都不是米做的 都是玉米粉做的 都是混合的 所以他后来规定 百分之几才可以叫米粉 那之后你就可以叫米粉 叫吹粉 后来可以改 名字可以改的嘛 但是经过大家都认定了之后 后来这个师傅 你这个卷 就也可以 也可以 那这种 这种明假是 就是说比较容易认知的 所以它 它有所谓的三层 我们会知道 这个只是给它一个名字而已 一般人比较容易认知 那它说有三种 一种叫明假 一种叫瘦假 一种叫法假 那明假是浅显而易了的 那么我们把这个明假讲完就好了 时间到了 它说如果想 如说举例 它说明假是浅显而易了 如想到人 说到人 有以为就是那个人 明义合一 不知道这是明义相应的假实色 如不称他做人 不想他做人 他还是他 并不 因不想不说就没有了 可见以明与意 不一定是相应 知道了这个 就破除以明为此的执着 那这个是在说什么呢 比如说西方人讲 玫瑰换了一个名字 依然是芬芳的 好 你现在不把玫瑰叫玫瑰 你现在把玫瑰叫菊花 菊花是不香的 那现在玫瑰是香的 玫瑰是有次的 菊花是没有次的 你现在不把玫瑰叫玫瑰 以后玫瑰这种花都叫做菊花 它还是那个样子 但是明是假的 好 现在比如说我 我现在把名字换掉 比如说我在家是这个名字 我现在出家了换了一个名字 但是我人并没有换了 这是我名字换了 我在家有在家的名字 出家有出家的名字 那我现在不叫在家的名字 我现在叫出家的名字 那名字换了 但是人没有换了 所以这个名字它不是 名字不代表就是跟那个人是完全一样的 那么很多人也跟我叫这样同名字 很多人也叫这个名字 但他不就是我 那有的人骂你不是人 你说他不是人 他并不就是不是人 他还是人啊 所以这个东西名言上它本身就不一定是完全跟那个人是一体的 符合的 名语一合一的 所以这个叫为什么 相应 名义相应的假是什么 为了显示他这样的 这样的理 然后用这个名字来称呼他 其实是这样 好 因为时间到 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讲到这个名讲 后面还有两句就是寿假跟法讲 好 大家合展一下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不及于切 不及于切 我等于众生 皆共成佛道 愿以此功德 愿以下 不及于切